作词曲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今日 在德国柏林街头 一位年轻小哥哥在街头弹奏钢琴 他演奏的正式周深的经典曲《木若梦》 这段街头即兴演奏引起了路人的驻足 尤其是其中一位德国女士 听完后深受感动 他连忙向演奏者询问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并表示自己从未听过如此哀艳的曲子 他哀伤而又有力量 尽管令人遗憾 但却充满了力量感 他还透露 回到家后会立刻去搜索周深的歌曲 进一步了解这位才华横溢的歌手 这位德国女士的反应 充分体现了好音乐的无国界力量 她的直觉反应 不仅仅是对《若梦》这首歌的喜爱 更是对周深音乐魅力的自然吸引 她表示 自己会深入探索周深的其他作品 带着对这首歌的深刻感受去听更多的音乐 她总结道 这首歌太棒了 音乐不需要过多的推荐 它能触动人心 好的作品自然会被听到 事实上 周深的音乐早已跨越国界 神兽世界各地听众的喜爱 除了这次在柏林街头的意外发现 周深的歌曲《大雨》 也曾在巴西交响乐团的演奏中大放异彩 成为全球音乐爱好者津津乐道的经典之作 巴西的乐迷们对这首曲目也表达了深深的喜爱 称它是一首情感丰富 旋律动人的作品成功地打破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 成为了音乐世界中的国际歌 无论是《弱梦》还是《大雨》 周深的歌曲通过它的声音和情感传递出了普遍的音乐语言 让世界各地的听众都能感受到其中的独特魅力 这也再次证明了 真正的好歌无需依赖过多的宣传和安利 它自有一股力量 能够打动每一位听者的心 周深的歌曲能够引起如此广泛的共鸣 背后也透露出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 许多粉丝表示 好的音乐自带引力 不需要强行的安利和推销 正如在《王者荣耀》KPL总决赛现场 弹幕上不断有人询问歌曲的名称 这些听众并非事先了解歌曲 而是被周深的歌声所吸引 当观众真心喜欢一首歌时 他们会自然而然地去寻找更多的作品 而不是被迫接受过多的推销和宣传 这种自然的喜爱与传播方式 是音乐文化最美好的传播途径 一位热衷周深的粉丝分享道 我看到一些评论说 很多人听到周深的歌后 第一反应就是想知道歌名 这是因为周深的歌声太吸引人了 完全不需要粉丝去强行安利 在这些真实的反响背后 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粉丝和听众之间自发的互动 而不是单纯的广告或宣传所驱动的行为 正如这位德国女士所表现出的热情和好奇心 真正喜欢周深歌曲的听众自然会成为她的音乐传播者 而这种自然的传递 比任何强行安利的行为都要更具感染力 这不仅是对周深音乐的认可 也是对她艺术水准的高度评价 一些粉丝也指出 过多的安利可能会让人感到厌烦 而真正的粉丝应该更加注重 让他人自发地感受到音乐的美好 如果别人本来就不感兴趣 你强行去推销 不仅无效 还可能引发反感 而周深的歌声则是在无形中吸引住人们的关注 正是这种不依赖宣传的天然吸引力 成就了她的音乐在全球的广泛传播 无论是在德国柏林的街头 还是在巴西的交响乐演出中 周深的音乐都展现出了其独特的魅力 从若梦到大鱼 她的歌曲打破了语言和文化的界线 成为全球观众的共同财富 正如那位德国女士所说 尽管哀伤 却又充满力量 周深的歌曲带给听众的不仅仅是旋律的美妙 更是情感的共鸣与心灵的触动 周深的音乐 不仅仅是中国的骄傲 更是世界音乐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这些自发的传播 周深的歌声正在一步步走向全世界 成为连接不同文化的桥梁 对于粉丝和听众来说 周深的音乐无疑值得被更多人听到 也希望她的作品能够继续在世界各地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